熱便當 便當盒放上生產線 一雙雙手就像一道道砍 放入鹹菜 油菜 高麗菜 還有最重要的滷排骨 最後蓋上蓋子 熱便當現做出爐 一份便當60元 就是要搶供外食足 能夠快速吃上一口熱飯 從專業大型機器清洗菜葉開始 連炒菜都一定要用溫度計測量 確保完全煮熟 超市現在力推熱便當 從產線出發到門市 四小時內要賣光光 最重要的就是保溫 其實熱便當最特別就是 它會來這個 一定要60度以上的保溫箱裡面 才可以讓這個便當保熱又保鮮 各大超商搶供便當商機 像是7-11的預便當 價格從65元的郵寄 到日式便當299元都有 主打品項豐富 而全家則是能用APP 訂購現做便當 因為店家選項多 最貴也有350元 全聯則是打價格戰 60元的排骨便當 到最貴只有89元 而台灣便當全年商機可達500億 亞迪價格也更有市場 以60塊一個便當 在一般便利店 可能只能買到一個飯糰 以這樣的一個價格設計的話 我們相信 目前銷售的效果是相當的好 那幾乎天年都是玩銷 跟產業合作 選擇品質好價格低的菜品 搭配優質肉類 吸引客人前往門市購買 讓更多消費者 都能吃到溫暖美味 八大新聞 林維文林博志 新北台南報導